我们的独家报道 来看现任警政署副署长蔡俊章 他曾经侦破陆正案 以及张熙明案等等 台湾重大刑案 不过呢 很少人知道 他不但是能武 而且能文 他在警戒呢 被称作国画画虾大师 在台湾展出 已经超过百幅的水墨书画展 尤其呢 是以风格独特的蔡氏墨虾 最为人所称道 你这个虾没有点上眼睛 你看看就没什么 你看现在的 他眼睛一点下去 大概那个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 所以人家为什么说画龙点睛 正比辉豪画龙点睛 台湾警戒如将文武双全的 警政署副署长蔡俊章 在义文界人称国画画虾大师 警戒有一个蔡俊章 画虾子在目前台湾 算是比较有名的 短短十分钟 武虾悠游 创作完毕 蔡俊章作画之虾千奇百态 不只墨虾连风景画都能栩栩如生 他的作画经验已经超过五十年 作画一方面也就是说 失解压力之外 事实上也合落自己的脑筋 因为你当一个领导者 意思就是一门管理 管理也需要用到意思 水墨画虾达炉火纯青地步 作品拿到中国拍卖 一幅画可卖到近四十万元台币 副署长还印制阅历 里头所有的国画出自亲手 线条优美 色彩鲜艳 还能成为商品伴手礼 做成淘板油花人家 刚好现在是才过年 那过年很讨喜 尤其是华人世界 才依然极致好过年 有一些商品化 这个是我特别做来送给朋友的 警署副署长蔡俊章 除了交大管理研究所硕士 中央警察大学犯罪防治研究所 博士学位外 闲暇时间乐于水墨创作 国画启蒙于1965年的废妻老师 近年来施习南投李古摩大师 除了明文虾尔的墨虾之外 生活细微点滴 都是化作灵感来源 今年七月中 蔡俊章即将退休 除了用话表达内心和工作情境 也诉说着人生旅途寓意 警戒铁看展现柔情一面 民事新闻张乃俊李志瑞 台北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